新闻焦点转回台湾 悠悠卡公司将在夜市推动悠悠卡支付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这将让悠悠卡更普及 不过呢 也要思考 悠悠卡的未来应该要更民营 还是公营化 悠悠卡它是一个很强的垄断力量 但是问题是悠悠卡不是全部是公股 大概公股民股短一半 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 悠悠卡现在开始推行 计程车可以刷 夜市也可以刷 什么东西都可以刷 悠悠卡的业绩可以比现在多一倍以上 但悠悠卡目前半功半名的 这个持股比例 在未来恐怕是个大问题 不是小小问题 是大大的问题 所以要么你就更民营化 要么就更公营化 这坦白讲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是在这里堵麦 两分钟可以解决 这个我有交代代替权了 这个要好好研究 柯文哲认为悠悠卡股权的百分比 要怎么控制这是个好问题 这是个需要大辩论的题目 目前都有可能 就是往更民营或是往更公营的方向 因为看起来现在刚好到一个 分水林的一个方向 而关于十年国教问题 柯文哲主张 国中会考先特后面 但教育部认为与法不合 柯文哲也再次呼吁教育部修法 民意到底是怎样 这要去考量 其实像我这种很强悍的人 我还是很尊重民意 民意怎样 所以十年国教 这还是要听一听家长的意见 还有听一下小朋友的想法 还有一个是国家到底政策要怎么样 这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 柯文哲认为 国民教育是横跨蓝绿的问题 阿米巴原从北电道还会改个方向 总不能比阿米巴还不进化 新唐利亚太电视林家伟黄提风 台湾台北报道